两万八亿晚的总统套房究竟怎么样 hello大家好 我是有钱美术华的王大和 那么今天呢 我来到了南京的韩碧楼 来体验一下这里 两万八亿晚的总统套房 住进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那么我现在就已经在这个两万八亿晚的酒店房间里了 这里就是它的客厅 所有的装修都充满了中式的古土 哇你看 一看这雕像就是汤朝风格的 哥哥长得都像杨贵妃 哇一个巨大的落地床 能够完完全全地看到江景 悄悄跟你们讲 本来我听说这边是江景房以后 我还挺兴奋的嘛 一边呢 啊这四看江景很美 但我没想到今天南京不买黄色预警 这边就是餐厅了 为什么会有人在自己的餐桌上放妙法莲华金呢 还有林泽徐书 这装饰还是里面真的有字啊 也 也 也 无字天书 这不会是真的古籍吧 喂 啊 反正才就有 啊 啊 啊 太神奇了 那这边就是卧室了 两万八一碗的床啊 天哪 哎呀平时我住五百一碗的床 我都觉得心里在堤血 我告诉你们每一个酒店我一定要好好地参观一下他们的浴室 这个浴缸这个线条真硬朗啊 有能有角的 我估计啊这个浴缸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最传统的那种 而且因为临近胜在他们酒店还搞了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剧主题的下午茶 看着这一大竹子非常丰盛的下午茶 我就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人都羡慕名媛的生活了 首先那么来尝试一下这个英式司康饼 这个英式司康饼外酥内软 吃起来有一股非常重的小麦的香气 那么加上这个柠檬桂花蜜以后 这个味道就是恰到好处 知道 那么这三个就是他们的慕斯蛋糕 这三款慕斯蛋糕应该是他们专门为了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主题而制作的 我们啥也不说了 先尝尝它个翅膀啊 白巧克力的 超级甜 尝一下蛋糕啊 这个慕斯蛋糕的口感一个分 我在想这个皇后的皇冠能不能吃啊 哦 哦 这个皇冠是巧克力的啊 试试蛋糕 外面是一层果酱 里面的蛋糕吃起来 口感非常的细腻 咖啡的香气 但是我觉得口感没有上一个红心黄厚的好一点 这个蘑菇的顶力也是可以吃的 太过分了 这个也能吃 哦 不仅能吃里面还有一层蓝莓的夹心 这个出场也实在太棒了 嗯 那这个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龙虾可颂包了 或许是因为它表面这层酱的缘故 让我们完全没有吃到这个海鲜变冷了以后的那个 那个腥味 反而还吃起来很香 而且呢 又掩盖不住龙虾的鲜甜 整合吃起来口感意外的非常棒 很是厚实啊 下次你们想看什么价位的房间 大家好 你们奇思妙想的王大河又回来了 今天我要完成一道实无前例的菜 那就是做 螺丝粉 等等 各位观众老爷爷先别走 众所周知 螺丝粉的汤底是用田螺熬煮的 而我今天要做的螺丝粉 可不是用田螺这么简单 我准备用世界上最贵的十种螺来熬煮螺丝粉的汤底 给大家做一份世界上最贵的螺丝粉 这里有花螺 红螺 带子螺 香螺 海螺 东风螺 北翠螺 宝眼螺 大旺螺 这些螺别的不说 长得一个比一个奇形怪状的 而且为啥花螺和东风螺长得这么像 带子螺好像一个扇贝 这算螺吗 不管 首先清洗螺丝 不是我说 现在这个天气没有热水器洗螺太动手了 然后分别放入水中焯水三到十分钟 捞出再次洗净放置一边 准备一根猪筒骨和牛骨 洗净放入锅中焯水 洗净猪筒骨和牛骨表面浮沫之后 继续放入水中熬煮两个小时 在此期间我们准备处理一下这些螺 这里就要用到我吃锯子30块钱 我网上某个卖家手里买到的 螺丝粉 秘方 姜片 花椒 干辣椒 花椒 桂皮 小茴香 桃骨 鸡 丁香等 反正都是一些香料 我跟你们说 我买的时候卖家神秘兮兮的告诉我 这个秘方绝对不能外出 然后我就在网上看到了一毛一样的 螺丝粉公开秘方 我看谁在弹幕上打王大和的钱好赚 热油下锅爆香这些香料 然后加入这十种螺 翻炒五分钟 翻炒好的甜螺 加入熬煮好的骨头汤里 加入湿干 盐和生抽 继续熬煮一个小时 在此期间 准备好螺丝粉 其他配料 好香 不是我吹 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螺丝好大 现在尝尝这个螺丝味道怎么 肉质一点也不行 咸咸辣辣的好吃 我跟你们说 尤其这个汤头 那味道 味道极其鲜美 酒喝上这一口 我整个人都暖和起来了 幸福开饭 全网最下饭的美食测评网绿 Hello 大家好 我是海钓之王王大和 这些呢 就是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了 接下来呢 我就要去找一个海鲜城 我们今天钓上来的这十几条鱼 铺认出来 大家一起品尝一下我们劳动的过失 走起来 我面前这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钓上来的鱼做的鱼汤 我先尝口汤 鲜的 现钓上来的海鱼 那个鲜就是不一样 这个鱼汤真的非常非常的鲜 太棒了 来口鱼 一整条的锁子鱼 肉已经煮得非常非常的烂了 这刺也太多了 这个鱼吧 吃起来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味道了 远远比不上鱼汤的那个鲜 那么这一盘呢 就是红烧剩下的鱼 就吃肉 这刺是真多呀 哎呀我的天 有一说一 红烧的鱼味道呢 没有刚才那个鱼汤好 这个鱼的腥味确实是有点大 看来冬腔蒜放的不够多 没有压住它的腥味 而且刺又多 我建议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喝鱼汤吧 经我的实际体验 自己钓上来的海鱼 虽然吃上去有劳动的成果这一层意味在 但是呢 这个刺是真的多呀 鱼汤是好喝的 但是红烧的做法呢 腥味太重了 我个人是不是很推荐的 至于清蒸袜子和清蒸口罩呢 我就已经上交给了垃圾桶军了 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记得 保护环境俯我做起 希望把正道的光打在公屏上 嗨大家好我是王达哥 那么我听说厦门有一家拉面馆 里面有一种特别辣的拉面 在规定时间内吃完就可以免单 而且听说他们店里还有决定状 这我得去看看 2000 years 因为我比较疯 所以呢我就把他打包给带回来了 虽然老板再三叮嘱离了店 就不能享受那个免单优惠了 但是呢我觉得挑战一下自己嘛 咱也不是那种占小便宜的人 希望老板看到我这条视频 记得把我挂在榜上啊 没别的就是东西 厦门的拉能有多辣 哼 计时开始 呀呀呀失误了啊 应该先打开再计时 几乎闻不到辣味的好吗 15分钟吃完这么点东西 说实话没有感觉怎么辣呀 它这个面 我现在感觉我的舌头已经肿了 厦门的拉能有多辣 感觉像是你含了一口海胆在嘴里 从这里一直到这里火辣辣的一直在烧 这个比爆辣鸡翅还过分 这个只是单纯的生理上的辣 给我一种爆了无数辣椒精的感觉 不行 这个面我真挑战不成功了 这个面没人能挑战成功 18层辣酥的 这还挺也不行 如果有人想挑战一下的 联系下我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战斧牛排我已经吃过不少次了 煎得很严峻的 今天我又找到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油炸战斧牛排 像小孩鬼 别进入我 老规矩 先腌半个小孩 2,000年 淋上鸡蛋液 果汗面泡糠 隔壁小孩缠枯了我也不会 都是我 油温热了下锅炸至两面金黄 空气中飘着的不是肉香 是幸福的味道 我的妈呀 太香了 这次的火候掌握得刚刚好啊 表皮特别的香脆 一口咬下去 牛肉的汁水会在你的嘴里爆开 油炸的和炭烤不同的点在于 炭烤是在烤的过程中逐渐入味 刺激出肉本身的油 能够吃到一股焦香 而油炸会在更大程度上保留原味 这么说吧 就是腌的时候 盐放少了 有点淡 盐这个调料 真的是绝大程度上的提味 不管是油炸还是炭烧了它都不行 不对 跑题了 这个肉真的是鲜嫩多汁啊 太爽了 这么说猪排和羊排也可以尝试一下 用炸的方式来吃 行了 下期的选题有了 嘿嘿